咒术师 我们看一下咒术师的咒术距离 从3.5米改成了5米 也就是说你继这个狙击手之后 相当于是一个远程的角色了 OK你可以理解成他放了一个法术 我觉得这个对咒术师来说是一个大加强 你想想啊 5米范围之内关了个灯 然后你的咒术好了 你随便有人你就咒术一个 几乎是没有人都看到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加强 所以想玩内鬼呢 可以试一试咒术师了 可以5米范围之内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咒术什么时候亮了 现在是没有亮的 哦现在这个远度是不行的 哦这就可以了 来来看一下啊 这个白色这个假人 拿它再跑 咱们就看这个白色假人离我有多远啊 OK 到这看到没有 比如说我现在破坏一个灯光对吧 OK现在大家都看不到我了 OK来 白色在我视野 我擦一个咒术然后跑了 谁能知道是我干的 对不对 哦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在墙外边 把人咒术了 看到啊 哦好像墙外边不行是吧 隔墙咒术不行吗 还是说是我距离不够啊 大家觉得能够隔墙咒人吗 OK 这有一个绿色啊 我们看能不能隔墙咒人啊 我正常来的时候啊是可以的 OK我们来到这 隔墙不能咒人 哦你必须要看到对方看到没有 这都不行看到没有 其实我已经看到的一半他了都不行 他要往右边来一点 也就是说你需要整体看到他 你才能使用招数啊 确实 呃你被墙挡住世界是受不了人的 也就是说你打算猫在一个地方随便点招数 就忘想把这个外边人招数了是不可能的 OK明白了 OK具体效果如何 我们回头看实战吧